中國船隻頻頻侵擾我國的海江 一艘中國籍的鐵科船 去年九月在新竹外海越界捕魚 被挖海巡取地的時候 還在船身插滿了鐵管阻礙登檢 但是一審船長只被判刑 七個月 得一顆罰金 檢方再上訴搞遠駁回 維持原判 而對於中國快艇 在金門海域翻覆案的進度 陸委會就說明 目前和中方的第一輪談判結束 等到檢方調查完成 公佈事件的始末之後 會再有第二輪的協賞 這年九月底 一艘中國幾兩百噸中的鐵科船 非法越界 食物新竹外海捕魚 海巡人員到場取地 但蔡信船長與十六名船員拒絕受檢 還在船身插滿鐵管 阻礙海巡登檢 更衝撞 巡防艇 海巡艦艇因此毀損 檢方後來依法起訴蔡信船長 一審新竹地院認為 他犯後態度良好 且船東已完成賠償六百五十萬元 因此判七個月有期徒刑 得一顆罰金二十一萬元 而檢方不滿輕判 指出蔡信船長犯行危害執法 海巡生命安全 加上也不是出犯提出上訴 但高院駁回 不過全案仍可上訴 然而近期中國快艇在金門海域翻覆案 我方執法備受討論 監察委員更已申請自動調查 讓海巡承受極大壓力 這讓平常在海上作業仰賴海巡的漁民 號召全國二十個區域會漁業團體近三十人 大號前往海巡署艦隊分屬聲援 表達力挺 只是海巡署與中國家屬代表 經過十五輪會談 沒有達成共識 中方代表更予於日前返國 被解讀為協商破局 後續發展持續引起關注 陸委會指出目前是第一輪談判結束 等檢方調查完成後 會再有第二輪協商 也透露在案件發生後的第一時間 就透過自由管道和中方開啟溝通程序 這就是修復財 綜合報導